今天是3月27号下午的开门时间 A股再次出现下跌 创业版跌幅现在是1.5 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大家一直关注度比较高的科技方向出现大跌暴跌 跌停炒来了 刚刚还有人跟我说 二样科技股这一轮的上涨是不是结束了 尤其是A这个方向出现了暴跌 那是不是预示着 A股进入了一个大撒泥的状态 那相关的板块还能参与吗 这里下跌要跑路还是要继续加仓 或者说抄底怎么看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科技这个方向做一个技术解读 在讲之前大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首先我问一下大家今天的科技大跌 那么如果是你你敢抄底吗 你敢低息吗 其实我在讲这个方向的时候讲了很多次 讲了很多回 科技是这段时间A股反攻的主要对象 也就是说A股这400多点的一个反攻 对不对 科技股是涨得最疯狂的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就知道 很多科技股都涨了至少是50个点以上 翻倍的很多翻几倍的也有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调整 是一个获利盘的出逃 也就是科技股我在前几天就跟大家重点讲过 跟大家 提醒过很多次要防防什么来 防高位票 高位版的撒跌 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涨了几十个点的 涨了一倍的 涨几倍的 不要盲目在参与 现在已经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什么 一个撒跌的状态 那么科技方向核心品种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 华为 人工智能 机器人这几个方向 那你看今天华为跌幅是2.76 目前 其实它跌幅并不是很大 相比其他板块上 它跌幅并不是很大 那原因 其实大家心里也明白 华为在这几天还是有什么 有预期有利好的新手机 越来越近 那么这点调整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调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调整就是为了调充换股 说的不好听点的就是获利盘出逃后的一个什么 新的一个 一个动作 什么意思就是在前面前段时间大涨过的票 获利盘比较大了 那么借这个调整它出货 你要再迎来一个第一位股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华为干领啊 这点调整就是为了后面的 上涨 就是为了倒车接人 你说科技股怎么了 科技股没行情的我绝对不相信 如果是前期大涨暴涨了一些获利盘出逃 所导致的 所以华为这个方向 大家记住 如果说这一段调整比较充分的话 那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再次低息博物的机会 我这么讲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个股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看华为干领 均说指数跌两个多点 但你看个股啊 你会发现哎今天仍然有多家票 是涨停的 涨回来10个顶向的 还有几家票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板块 它是所谓轮动的轮换的 当然啊后排同样有风险 你看后排跌幅比较大的 跌停的票也也不少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提个什么醒呢 我们看这些跌停大跌的票就明白啊 比如说啊 发表奥飞数据 昨天是强势的大阳线 对不对 今天本阳纳怎么理解 让你看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讲什么 讲这个技术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这里 向大家明白表 这个是说第一位附近 这个是压力位附近 所以你怎么办 当他拉到前高压力位的时候 我们考虑撤退 这节奏策略就出来了 好 出奥飞数据 你看还有 像一米康 同围 包括这个中备通讯 这些高薪 发表 都是几乎近期的高点附近 所以朋友们 只要你避开这些高点附近的 问题都不大 机会在哪里呢 机会在于高低些 也跟大家讲过 低于位的 补涨的 近期 涨幅比较小的 突然出现异动的 这种票的话可能就比较拿把握 这种票他本身就是 嘴高位对不对 追高还是要小心 但是 这种类型票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把握 还记得我在前两天跟大家讲过 前两天这里出去上涨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说 哎呀 哎呀万吉是不是要走一波 我能不能追 我跟他怎么说的 拉高不应该去追 但是回踩数量 可以考虑在支撑位附近去驳 驳对了就吃肉了 是不是跟大家说了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那大家看除了万吉之外 还有一些票 施美是不是也在这种情况 数近期的底部刚刚启动的 啊是不是好 从近期的行情来看 大家记住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华为板块啊 涨的比较多的要小心低位的 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票 就是重点 说白了 那就是一个高低线 从今天的盘面看啊 这几个票大早或涨停的票 感觉都差一点火候 或说差一点意识 想要成为新龙头板块的话啊 还需要什么 需要资金的一个确认 但我觉得啊 像这种连续走涨停的票 就是重点 你比如说啊 颇例 这票是底部出现什么 澳联版 也就是说在大盘调整的时候 目前属于一个什么澳联版的位置 他能够顶住这个分歧 今天就是一个放量涨停版 对不对 那放涨停版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什么 核按钮或者弱转强的加速信号 像这种类型票 大家就短期短期要注意 可是你看昨天涨停 今天直接就什么 一字版加速 整个来看啊 华为方向 你去找啊 找这种啊 近期位置比较低的 突然出去放量的 以后呢 放了以后回踩说量 又回到重要支撑位的 那么你去参与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 一旦你做对了 或说你运气比好 很容易吃到肉吃到大肉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不要盲目的去顶 不能盲目去追 但是机会还是有的 好 那回到这个市场 除了华为之外啊 大家看就是科技放下来 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这个 量工智能啊 机器人这一块 那我们看机器人这个方向今天也是跌了比较多 2.45 2.45 那么怎么理解 其实在这一块 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它的空间潜力是不是都很大 现在全世界都在大力发展机器人 而且很多的工厂 爆出来用机器人代行人工 尤其是一些新能源的机场啊 新能源的一些一些公司公司工厂 现代化的工厂啊 所以啊机器人是调整 也是属于倒车接人 那么像这种方向的话 大家不必要纠结 不必要担心 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也是刚才策略 不要找高位的去追啊 不要搞找高位的去顶 那我们看啊 整个来说机器人方向 个股的话啊 它很多是属于叠加器材 比如说叠加刚才的华为概念啊 呃 刚才很多票啊 你都是热点叠加的 所以我们看着 比如说这个换级是不是热点添加的 那操作上面 我们也是以操跌反弹为主 朋友们啊在操作上面啊 记住我刚才讲细节啊 就是前期的人际票调整位置比较充分的 可去做跟踪不要追高 那么大涨过的票就不要轻轻的去接了啊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从目前来看啊 市场啊 仍然属于一个轮化 轮动的一个状态 好 那回到这个盘面 科技股的核心我讲的是这个 华为加机器人加人工智能这块 当然近期也有一些新题材 那么在新题材啊 市场的这个反应啊 是比较火爆的 但短期大家还是要注意 要小心高位最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几天有两个比较火热的器材 一个是AR手机 一个是低空经济 对不对 大家看AR手机这个走势啊 就有点坑人了啊 我说坑人是什么意思 前两天啊 前几天很强 几个大阳线上去 拉了高位 几个大阴霸杀下来 杀地位 这个就是走出一个A制杀 那如果你在这个高位最近去到 这几天损失非常的大 大的超乎你的想象 短期亏几十个点都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新 上啊 新反弹的准备 也就是连续调整后 那么短期很多票撒到低点了 很有可能反弹一来的话 他将借机迎来一波新的进攻 新的反弹 虽然下跌对于有些人说是什么 是机会 但是对有些人说他就是恐慌 那恐慌的原因就是什么 在于你追高了 所以你一跌你就受不了 但是对于一些 没有聪明的人说 哎呀好不容易 是吧 看到他跌下来了 我就可以考虑在低低位接一点 在支撑位附近低一点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哎呀手机有两个核心人席票 一个是芙蓉 一个是施权 那么来看 芙蓉是属于10厘米的核心 这段时间他虽然说他会调整了 但是整体调整幅度不是很大 还记得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讲什么呢 我说龙头个股的话 调整的话 他 比这个其他个股调整的幅度会什么 会小很多 但是涨起来的话 他比其他个股涨的会更快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芙蓉这种票 他近期从高位调整下来 但如果说调整结束的话 他可能短期再次冲高 是吧 实际上是涨得比其他票更快 那么像这种类型票 尤其是短线选手 是值得大家要注意点 当然目前他是属于一个调整状态 这个支撑位 还是在10厅居家线附近 好 除了这种类型票之外 还有就是 他有一个 这个奥斯利米的 施权心残 这个是20厘米的一个核心免机票 大家看近期的走势 也是属于一个调整的态势 那在前几天 这里出来冲了一个新高 再调整 那么调整后是不是又有机会 其实这种票大家也是要注意 前面这里拉一波 撒一下调撒下 那么撒下来会不会继续的 我觉得还是有着可能性的 所以对有些人说 哎呀这里调整终于换下来了 那是好事就是我们等待的机会 等他撒下来 比如说他撒在支撑位附近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可以博 可以跟踪 或者说可以上车的一个位置 这是大家值得注意和留意的 整个的走势来看 这个AR手机这里调整 我觉得像这些人气票一撒下来 并不要恐慌 反而有时候是好事是给你机会 好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就是市场这段时间最核心的一个方向 就是低空经济的对不对 那进攻经济的话 今天也是处于一个调整 你看近期出现一波大涨后 出现个连续的往下压 那你觉得这个方向走完没有 我觉得就这一波不应该结束 所以他这一波调整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下一波进攻 所以我觉得在高位 你如果你在这个高位套路的 在这里突破跌破5天均压线的时候 把止损的就止损了 没止损的 你就可以等他反弹上去 逢高再减仓也没有问题 这里的话他后期还是会有机会 再次重复了 也就是调整结束后 他还是有机会再次拉伸的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以这么说的话 就有人会问了 低空经济对不对 这些个股怎么跟踪 大家看在今天仍然有多支票 是属于大涨率 比如说成交金顿股份 涨幅都是比较大的 说起这些事 可能大家发现金顿股份对吗 近期是比较强势的 大盘调整他都撒不下来 他就是属于人气比较旺的一个品种 对不对 这段时间走势非常之强劲 非常的这个s 好 我们看除了他之外 中兴海质 发现没有中兴海质经过一几天的一个 连续调整 今天一个大阳线就出来了 还记得吧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像这样的行李票 怎么高不理不追 他缩量回踩的时候 你可以博一个反出访谈 也就这么个节奏 是不是 而不仅是他还有包括科瑞技术 你看 整个来说 低空经济 目前还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你就说前面那一轮 虽然说长得比较疯狂 我觉得他应该不属一轮行的 一轮游行情 就是调整后仍然有机会 当然后排的这些大地带票 短期可能会有一些会套住 后面的话 拉高有机会给你解套 当然你不要去追高位的高点上 人家拉的确实拉的高位的 你去追 这个就那只能说你自己考虑 好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就是大家一直关注方向的 比较比较重点的方向 AR的话 这段时间调整是比较充分的 AR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票 一个是我前期跟大家讲过中和首播 另一个AR的核心是谁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工业互联 但是像工业互联这种情况的话 在近期属于一个明显的调整则式 所以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讲过这种类型 大家去看一下前面视频就知道 那不管怎么样 近期的AR方向确实是存在着 急需调整的预期的 一个原因就是涨的太多了 出现一个什么出去回踩 我觉得很正常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等等他回踩结束后的新亿能上涨 对科技行业来说 并不是说这里的沙滴 这里调整就没有了 这只能说是什么 是这一轮时间 涨幅巨大的一些获利盘的出逃 或者说是一些获利盘的完成一个 高低切的动作 从高位的转化到低位的一个动作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只要保好节奏 只要你不在这个节奏做的 做错了做反了就行 就比如说是吧 现在调整了 那么你前期在高位的获利盘比较大的 你可以把它干掉 把它紧仓 你看它调整下来以后 我们找一些低位的出现什么 出现资金回流的 我们去做个跟踪 就是属于一个高低切的一个轮动作 是对不对 这个节奏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